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,秀琴日前遭振性女子指控欠债38万不孩,接着再爆出欠曲众恒老婆Vicky20万元,对此秀琴反击对方鬼话连篇,不料却被一一打脸。 今天郑小姐在提供与秀琴的对话截图,证实秀琴确实周转不灵,已经欠款三个月,还请她转账档一下。 秀琴对于欠债不孩,表示该亲签借据其实为双方合作直播之款项,而非借据,但借据上日期为3、4月,而双方合作直播却是在8月到12月期间,两者并无关。 另外,Vicky也在脸书发声明表示,投资秀琴夫妻20万元开餐厅,却因亏损导致无法收回。 三年前多次要求退股未果,痛批,脱质现在都没有处理。 据联合报报道,郑女今天在公布与秀琴的对话截图,最正去做。 而秀琴借钱的理由五花八门,还把经纪人小伟拖下水,抱怨没帮我还抽很凶。 对此小伟也相当无奈,表示抽用制度一切正常,合乎行情。 郑女先前提到,秀琴和她的金钱往来,光是有借据的就有38万。 其他的小额借款如同公布的那些对话框一样,一笔一笔不断累积,全都有去无回。 秀琴翻设字脸书。